第1A 作詞等 左寶跳 昨天組裝腳踏車的時候 發現 馬表 銀霧不能顯示 今天可能要找地方去整理一下了 這酒店的自助早餐還不錯吃 還滿高級的 但 就是我不能接受 他們居然沒有敬煙 我們早餐吃得很快 因為要趕路 再来就是有人抽烟 真的受不了 上海我以前来过 但这一次比较不同 这是骑单车 可以慢慢感受 人车顶费 真的好热闹 好有趣啊 上班时间 那城市还是好塞啊 上海的天空 多了灰蒙蒙的天气 还有很复杂的电线 盘根错节 上海的街道 怎么看都很新鲜 很兴奋 这种老欧式的建筑 更有历史的韵味 这电线会不会预留的太多了 停在一家药房 买口罩 但是我们要去新疆 就一直问 不让我们走 以上海的交通路况 这牌子可能要挂很久哦 9点半 我们到了上海的勇望车行 老板娘愿意帮我们 装上新的马表 真感谢 师傅努力的在帮我们安装 终于搞定了 装好马表 踏实多了 来个合照吧 老板娘引领我们到延安高架 往西就可以到沪清平公路 因为我们中午跟大姐约了 他们家在于红桥机场附近 上海的人口有2400多万 比台湾还多 也是中国第二大人口的城市 上海简称户 所以他们的车牌会有一个户 后面才是数字 骑在这片土地上 我可以深深的感受到 当时住届所留下来的历史建筑色彩 到了大姐家了 哇塞这房子真的太棒了 好喜欢 独栋别墅有自己的草坪 哇太完美了 嘿嘿在中国买不到的 那就硬出来吧 但是要尝好 否则就会倒大美了 来上海大姐帮助了我们很多 十一住行的问题 真的太感谢大家了 临走前还煮了流浪面给我们吃 真的很感谢大家 再会啦 谢谢 我们没有贵心导囊 我们都用困的 请问312国道往哪走 只要大目标不变 过程 贵心往哪边 那就是缘分哦 今年是北京奥运了 所以到处修修复复 问了十几个人 312国道怎么走 我们走到了 很像绿色隧道的地方 休息一下 接近苏州的水象 慢慢出现了 骑到了江苏街 终于又回到了312国道 不是昆山式的摩托车 不能进入312国道的道路 因为会无法 你看这天空就知道了 没有一定点的蓝色 这空气 两个傻傻的人体 空气清净器 虽然买了口罩 但是还是收不了 还是带头镜头的 312国道 这种收费展会很多 还好我们自习乔车 不用钱 这边的机车 100台 有95台是电动摩托车 因为无难的 太严重 但他们太喜欢按喇叭的 感觉拇指好像黏在按键上面 永远拔不掉的样子 听久了 火气真的都会上来 太吵了 找你找的好辛苦啊 又回到312了 中国就好像这只大煙冲一样 一直在生产 一直在制造 也一直在污染 被迫 我们还是要继续绕路 诶 那不是东方威尼斯的周庄吗 好哦 脚踏车来加油站 就是要尿尿啊 问了加油站人员 周庄哪边住宿比较OK 周庄贵哦 因为那是观光区 我们可以去景西 比较便宜 两人房多少钱 60块一碗 太贵了 其单是很穷的 40块一碗你看怎么样 要不给你算50一碗好了 早之后就杀到20块一碗 太累了 不想再问住了 这小哥没看过台报证 生命证之后不知道怎么输入 搞了很久 搞到四个公安来查房 才叫他们怎么输入 看来我们是第一贵 入租了台湾人 当我们要牵车入房的时候 老板娘制止我们 车子放外面啊 贵重东西拿进去就好了 那还是牵进来好了 因为车子最贵重 这种浴室 你们可以吗 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就是来体验穷游的 洗完澡后 到镇上找了一家小摊 点了两盘炒饭 两碗馄饨糖 总共5.5块 搞定